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,就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 英国格拉斯哥一名女子,最近就经历住这种甜蜜的烦恼。 该女子名叫珍妮·汉密尔顿·克拉克。 日前,她在西班牙阳光海岸度假时,遇到了自己的真面天子。 回国后又多次偶遇。 于是她大胆决定,在网上公开寻找那位,偷走她芳心的男子。 希望能抓住这次爱的机会。 格拉斯哥女子珍妮·汉密尔顿·克拉克。 几周前,32岁的格拉斯哥女子珍妮·汉密尔顿·克拉克,前往西班牙探望母亲。 在西班牙阳光海岸,她初次见到了同来自英国的男子卢卡斯。 珍妮表示,卢卡斯28岁左右,有一头金发,身高大约在1.75米到1.78米之间。 她对卢卡斯是一见钟情。 珍妮和卢卡斯在西班牙偶遇到海滩。 珍妮和卢卡斯在西班牙踏肩而过。 但巧的是,回到英国后,他们在KTV再次相遇了。 甚至第二天,他们又一次在圣安德鲁斯公园偶遇。 我们聊过几句,但因为他住在埃克塞克德文郡,而我住在格拉斯哥,距离有些远。 所以我们就没有相互交换电话号码。 而且男子说,他也没有社交账号。 珍妮对此感到非常遗憾。 但是,两人短短的几次会面还是让珍妮对卢卡斯念念不忘。 他真的太可爱了。 我和他之间的偶遇,一切都是那么甜蜜。 他一直在我脑海里。 我根本无法忘掉他。 现在,珍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,公开向该男子示爱。 他希望卢卡斯能够重新和他取得联络。 又或者是希望有网友能提供相关有用的资讯。 格拉斯哥女子珍妮,汉密尔顿克拉克。 虽然这么做看来有些愚蠢。 但珍妮表示,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可能找到真爱的机会。 就珍妮的大胆举动。 已经有英国媒体开始主动介入。 德文郡当地的媒体,在报道相关新闻之后。 还特别在文末留言。 卢卡斯。 如果你看到本报道,请和我们联络。 我们可以帮你联络珍妮。 看来这家媒体也非常想成人之美啊。 雨天。 雨天。 �